花莲县消防局今年警专以及消防特考班 一共有35位的消防员报道 为了让新进人员能够迅速适应 强化各项专业的技能 从1月底开始展开为期8周的职前训练 19号 结训测验 县长徐真伟亲自到场验收 新手消防员的训练成果 同时未免他们 狄厉花莲消防大队的时期 取水源铺水线 再以水线攻击火场火势 35位训练有素的消防行进人员 群策群力发挥专业 快速安全地完成任务 让前来关心的县长许真伟 县消防局长林文睿 以及各级长官都高度肯定 35位训练有素的消防审理军 今年报道后从1月底开始 在消防局坚强教练阵容代理下 展开了为期8周的职前训练 让每位消防新兵能快速适应工作环境 强化各项转业技能 而今天揭训测验 县长选这位在消防局长林文睿的陪同下 专程来向瑞瑞消防分队训练中心来慰问 关切心进人员的学习情况 花莲特殊的地理生态环境 再加上地震多台风也多 不论是水域还是三人救援 火警救护等等都相对多元又复杂 消防人员精实的训练更是不可忽视 今天消防胜利军结训 县长许正位也亲自到场验收成果 同时也勉励慰问 正位还是要拜托大家 第一个训练一定要扎实 因为唯有最扎实的基本训练 才能保护我们自己的救护安全 所以服从很重要 你现在不服从 你到火警的现场 第一现场的时候 那时候你绝对会非常非常的慌乱 所以在消防警政理系 服从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我们是特训班的孩子出来 徐正瑞表示 近年来花莲县致力于扩增消防原额 采购许多先进的救灾设备及车辆 并且积极推动消防停顺的兴建等等 为消防弟兄打造一个更安全 更好的工作环境 和35位新济消防人员 合影留念的县长许正瑞也齐勉 他们能在工作岗位上贡献所成 共同守护相亲民众的生活安全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